你 你出来干什么 我 回去睡觉 我不 你不要我 你了解我吗 你了解我吗 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坐下 你叫什么名字 阿虹 今年多大了 二十二 阿虹 你经历过战争吗 我出生的时候 战争已经停止了 我没有亲眼见过 我就给你讲了一个关于我的故事 我就给你讲了一个关于我的故事 十三岁那年 我住在爷爷家里 那是南部的一个小村庄 美丽 安静 村里边有个姑娘 叫阿妹 她长得非常的漂亮 和你一样 有黑色的城堡 我喜欢她 我觉 那就是我的初恋 当时的村子里 有南方游击队在活动 有一天 游击队打死了一个战领军 可是没有想到 他们遭到了战领军疯狂的报复 忽然之间 来了很多的飞机 坦克还有不明 把整个村子全给围了起来 我这爷爷 是村里的组长 他和乡亲们一起 被赶到了河滩上 我这儿 战领军用机枪朝他们扫射 全都死了 我当时和阿妹在葱林里面玩 穿过了 后来 游击对到村子里面去掩埋尸体 他们发现了我 把我带进了丛林 从那时候开始 我成了一名战士 成了一个杀人的人 一直到现在 我不相信任何人 我也不敢去碰别的女人 因为在我的心里面 阿美的影子 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我觉得我就是一只蝎子 丛林里面孤独这蝎子 永远都是 我今天这样做 是为了保护你 你懂了吗 你懂了吗 我知道了 谢谢你 回去睡觉 老大 有点可可 你不是吗 我会发现你的蝎子 没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大说了 多做几个好菜 听见没有 快去呀 在你们这个环境里边 怎么会有一个女人出现 兄弟们在山上都不容易 总得有个女人吧 稳定尊心 稳定尊心 你怎么会在这儿 刘老大 让我过来陪您 出去 我出去 他们会打我的 出去 改的 我不是妓女 你能听懂我说话 我们 我们是老乡 我真的不是妓女 那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我是村里的媳妇 是给了一万块人民币的彩礼 从境外嫁过来的 我是好人家的姑娘 我不是妓女 我是被抢过来的 我是被刘老大抢过来的 你救救我吧 我帮不了你 我帮不了你 你走吧 我求求你了 你救救我吧 听着 从现在开始你可以是我的女人 他们没有人敢碰你 因为我会杀了她 现在 你到床上去休息 我在这儿休息 我在这儿休息